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台湾的那个巨型货轮 在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当中堵上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呢 挺轰动的 大家应该是有很多人知道吧 如果不是所有人知道的话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昨天晚上我跟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呢 我爸还跟我讨论这个 关于这个船的这件事情 就很轰动的 全世界都知道这事了 那首先呢 我想说一下啊 一开始刚一堵上的时候 大家就说 我的天啊 韩国瑜的嘴怎么这么灵啊 韩国瑜他原来说过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说台湾就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韩国瑜就说呢 我们也不一定是棋子啊 蔡英文说台湾是棋手 韩国瑜说我们不一定是棋子啊 但是呢 也不可能是棋手了 韩国瑜就说我们不一定是棋子啊 我们也有可能是个塞子啊 那塞子比这个棋子呢 就重要的多了 塞子就是问题的关键呢 那现在台湾的这个塞子呢 真的是把全世界都塞住了 那我先来说一下啊 这件事它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一个巨型货轮呢 它就在星期二的时候 就进入到埃及这边的苏伊士运河 那它进来之后呢 就赶上 星期二那天呢 就刮大风 这个大风的时速是50公里每小时 不光是刮大风 同时还有沙尘暴 那这个船呢 当时它就失去了方向 它那个方向就不对了 当时呢 还有这个航道的管理方 他们还派了驾驶员上来帮忙 来运转这个船 这是从星期二早晨7点45分就开始了 但是呢 到最后很不幸 这个船呢 就横过来了 基本上完全横过来 没有乘一个90度角 但是呢 也差不多了 而且呢 它的一头已经顶到了岸边 等于说它这个船头已经扎到了这个土里面 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船它很大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货船之一 基本上就是最大的一个货船 那它的长度呢 有400米 而它这个运河的宽度只有443米 你想 它没有多少富裕 如果不是它那个头扎到那个岸里面了去的话呢 它应该是会两头就正好卡在那 因为它400米嘛 还剩下43米 这样一来呢 它一头就吃进了那个岸边 另外一头呢 后面还有地方还有水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两头都卡上的话 那就完全麻烦了 现在是一头卡上 还好办一点 我后面会讲 那么它这个船呢 长度是400米 它的宽度是59米 它自己的净重就有22万4千吨重 它上面可以拉2万多个货柜 就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有人打了一个比方 我们都知道美国那个帝国大厦是特别的高 就是帝国大厦它放倒了以后呢 和它的长度差不多 还没有它长呢 好 它从星期二开始就往这一横 就谁也动不了了 那在第二天建报的时候呢 两个方向已经有150多艘船 已经是堵在那了 那到现在为止呢 现在两边加起来 有300多400艘船都堵在那了 这个麻烦呢 是很大的 最大最大的麻烦呢 现在这个船大家是一筹莫展 我记得在当天看新闻的时候呢 就是说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个涨潮 说希望那个潮涨起来了以后呢 这个船能够动就可以给它顺过来方向了 但是呢 很不幸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都纹丝没动 那现在有哪些方面来出动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方面是有清淤的公司来了 就是这个船头不是扎在那个岸边吗 那清淤的公司呢 就拿那个挖那个挖掘机 就来挖那个沙土 还不能用太重的这个挖掘机 因为它这个河的岸边的那个土质呢 还不是特别的结实 比较松 如果你挖掘机太重的话呢 它自己会沉下去的 所以呢 就用小的那个清的挖掘机 你就从图上来看 那个挖掘机在这个船的旁边 简直是就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庞然大物跟它一别 那现在挖掘机到现在为止呢 它已经挖出来了是70万6千立方尺的这个沙土 因为它是个运河呀 两边都是海对吧 它是有涨潮退潮的 不断的有高潮期和低潮期 那这个挖掘的只能在低潮的时候 潮退了以后它才能挖 那当潮来了以后呢 它就得停 那潮来了以后干什么呢 那就是第二个任务队了 就是那个拖船的 现在在现场有14艘拖船 这个拖船呢 就从不同的方向呢 就试图给它 把它给拖活动了 一边跟那挖 然后一边给它拖 那在昨天星期五 晚上我睡觉之前呢 这个船还是纹丝没动的 今天早晨我起来看呢 据说是现在他们已经是把那个船舵和船桨可以动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说这个船动一动 船舵和船桨能动 我也不是很懂啊 船舵和船桨能动什么意思 它底下都有那个螺旋桨吗 应该是上面的舵一动了以后 底下那个桨就应该是动了 如果是能动的话呢 它就会推动那个水 就有可能能动 但是现在呢 我看那个报道的意思是说呢 好像这个船仍然是还没有动 还有从荷兰来的 非常有经验的海上救援队 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们也来了 来了以后呢 也是一筹莫展 像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事故呢 应该是谁这一生可能都没有遇到过 在历史上可能都没有过 这么大个儿一个大东西 对吧 可能这个大船遇到事故 可能最大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了 那这个船呢 现在就横在这 现在呢 就基本上没有办法 就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挖 一边挖 然后一边拽 然后呢 腾出空间来呢 就开始发动 然后让那个螺旋桨能够推水 现在来说呢 就只能这样 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呢 就是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高潮 这个涨潮是一个满潮 是涨潮一个最高的水位 希望它涨到这个最高的水位 这个船能给它起点作用 但是现在如果那么多拖船 给它拖它一点都不动的话呢 就是水再多可能也没用 因为它的船头已经扎进去了嘛 据专家就说 现在有利的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它这个船是400米 运河的宽度是443米 它后面呢 还有一定的空间 就是呢 可以在船尾那个地方 就可以运作它 如果你的船尾你拽它 然后拽的那个什么的话呢 会带动船头 可能也能动一动 反正这个任务呢 现在呢 是很不乐观的 昨天晚上 我看到荷兰的那个救援队 那个队长 他就说 他说呀 放弃得了 他说 我觉得他怎么能说这话呢 他说放弃得了 没救了 那今天早上 我看他们呢 好像是又乐观起来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哈 他那个舵已经动了 酱已经动了 有专家就说呢 有可能今天晚上 涨了潮以后能动一动 最早下个礼拜 有可能能把它给它动了 说如果到下礼拜 这些办法都不行的话呢 那就得卸船了 我刚才说 他那个船上装了 两万多个集装箱 它太沉了 把这集装箱呢 往下卸一卸 也许能好一点 但是呢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 而且呢 他现在就在河道那横着 就说 他并不是一个码头 你要来装卸的话 就很难的 非常的难 现在他们已经在组织叼车 说这叼车呢 只能从岸上 用最大个的叼车 从岸上 从他的那个头部 把那个集装箱呢 给他叼下来 只能是这样给他叼下来 但是呢 据专家说这样也很危险 如果你给他搞得不平衡的话呢 他有可能翻船呀 昨天晚上我们俩打电话 我爸还说呢 对防止两个情况 一个是防止他翻船 另外一个呢 是防止他着火什么的 好的 现在救援的情况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两头呢 已经有三四百艘船 都堵在那里了 那现在我看到报道呢 有十几艘船 已经是掉头 从非洲的最南端 好望角那个地方 去绕去了 如果绕的话 也要两三个星期 多花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 这些船呢 还在这等着 因为你毕竟是 如果一单松了的话呢 那他当天就能过去了 但是你要去绕的话呢 你花两三个星期 你刚一走这边通了 或者你走了一个星期 这儿通了 你不值得 但是呢 仍然是有船 他们就去掉头到那边 去绕去了十几个船 现在还有三四百个船 就两头都跟着等着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很多船呢 原本他们都是有计划的 我在这个海上 我走多少天对吧 走多少天 我就准备多长时间的挤养 我就准备多长时间的食物啊 淡水啊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再耽误的时间 再长的话呢 我就没有食物 没有水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 可能也比较好办 因为他们埃及这边 也可以给他们送这个食物和水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说现在呀 有二十艘左右的这个船上呢 拉的是活物 拉的是牲口 什么牛啊 羊啊 猪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牲口 那这些牲口 都在这个船上啊 他们也得吃 也得喝 也得拉呀 也得撒呀 对吧 还有呢 这些牲口 它有可能会生病啊 所以呢 这些牲口 如果在这儿 待的时间太长的话呢 问题可能 还会更复杂一些 一个是他们没得吃 他饿了 饿几天的话 他有可能会死掉 再就是呢 如果说他生病的话 他有可能会死掉 再是如果说发生瘟疫的话呢 那这些牲口都会大批的死掉 或者是全部都死掉 还有如果再发生那种 由动物能传给人的瘟疫的话 那更麻烦吧 说是有一艘船呢 他拉了一船的这牲口 他是从哥伦比亚来的 说他们在船上的已经21天了 船上的牲口和船上的船员 说都够呛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是很严重的 从第二天开始 人们就开始 讨论这个赔偿问题 我看到第二天和第三天的时候呢 人们就在说 这些船呢 在这每停一小时 都是经济效益啊 那还有好多的船上 拉的是石油啊 天然气啊这些东西 现在石油的价格都涨了 就因为这事 那天然气呢 他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因为天然气 他运到目的地以后呢 有的是用来做饭的 对吧 我们很多都用来做饭 用来做饭 用来烧热水 洗澡 洗脸 还用来供暖 还有用来发电 等等这些 有可能就是一个连锁反应 造成的损失呢 就很大 那我记得 在第二天的时候 有人就说呀 这个损失 一天的损失 就要有100多亿美元 损失是相当的严重 100多亿美元 那还是第二天 第二天在那堵的这个船呢 也就100多艘 可是现在已经三四百艘了 这个损失大了去了 这个损失由谁来赔 我们都知道这个船呢 是台湾的船 大家都说台湾的船 其实呢 台湾不是船主 他们是租的 他们是租用一方 台湾的船运公司 租的这个船 从日本租的 船东是日本 然后这个船呢 它的注册地 是巴拿马 所以它上面挂的那个旗子呢 是巴拿马的旗子 而今天我看到呢 它船上进行操作的这些船员啊 来操作这个船的公司呢 是印度的 你说多复杂 船的国籍是巴拿马 船东是日本的 租船的是台湾的 操作的是印度的 船上获得目的地呢 是各个国家的 就这么复杂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件大事 那这个赔偿问题 一开始的时候呢 台湾这边挺害怕的 台湾一方呢 就说我们是有保险的 我们都上了保险的 结果呢 后来台湾又害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保险公司 他们的理赔项目 只包括污染和伤害 不包括其他的 如果是因为操作 或者因为意外 所造成的损失呢 他们是不负责赔偿的 台湾这个运输公司呢 后来他们经过研究呢 发现 哎 这类事件呢 船东应该负责任 我刚才看CNN的报道 CNN的记者就说呢 这件事已经和船东公司确认了 确实是船东公司负责这件事的赔偿 但是船东公司说呢 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的理赔要求 但是等这事完了以后 各个国家各个公司 各个有关方可能都会来找他们理赔了 好 这就是我现在所掌握的 关于台湾这个巨型货轮 在苏仪式运河堵塞航道的这件事情 这个视频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等一下 二人 三 κ 三人 连